全油管最快新闻,11月26日,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引发关注的事件。 据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,两名女子站在湘江边, 其中一人将米面油和牛奶等食品倒入江中, 另一人则拿出手机进行拍摄。 目击者表示对此事感到难以理解。 网友也纷纷对此表示不满, 认为这种放生行为浪费且令人难以理解。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。 详情请关注后浪视频的报道。 对于放生行为,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, 遵循科学方法。 而将食品倒入湘江放生,不仅浪费资源, 还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,因此引起了广泛争议。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在保护环境和动物的同时, 要注重科学合理的方式和方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